大家好,我是空菜 我现在在虹桥的光荣道这块 今天夜市小王子又出来了 这旁边是五爱道的夜市 今天我们去逛一下 你们要辣的吗,姐姐,那啥呢? 我要来一点 我吃了先走天,还有鱼肉 没有,鱼肉没有辣 交来一个面筋 来一个面筋,稍微挡 等会儿,咱们两个面筋 还是没有 没,没,没,没 不要,不要,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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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,不要,不要,不要 刚刚呢,在五爱道夜市里面转了一圈 以前是门口有很多那个摆摊的 卖吃的,炒海鲜的,很多烧烤什么的 然后现在都搬到市场里面了 市场里面前面是很多 卖那个小商品的,倒是挺多的 对,开了很多,现在是9点多了 然后走到后面的话,是有一个 卖吃的的一个部位,还有桌子 椅子可以坐 大概有十几个摊位吧 然后我找了一家就是 卖烤面筋的,这家是最火把的一个摊位了 人非常非常的多 一直在那排队,然后其他的有一些卖 章鱼小丸子啊,杂串啊,还有什么 花隔粉的什么的,一些 买了一根,四块钱 这家的烤豆皮还有那个 烤面筋 很多人啊,试一下啊 刚刚好久没吃过那个烤面筋了 挺大一只的 麻 哇 哇 也辣 但是很香啊 感觉比我以前吃的那种烤面筋 要稍微软一点点 这个夜市 今天就是市场里面的人 虽然不少 但是呢,还是感觉以前 在外面的时候比较热 人更多 颜色外非常的嫩 然后现在都搬进里面了 稍微差一点 这烤面筋确实挺香的 他撒了那个调料 感觉还有一点是花生还是 还是芝麻的那种 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 那家小店三个人在那忙活不过来啊 就光卖烤面筋和烤豆皮 好像还烤鱼豆腐 但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卖光了 这一晚上肯定能卖好几千块这一家 真是不错 你喜欢吃烤面筋嘛 香香辣辣的 哇 诶,刚刚吃的时候 还不是特别麻特别辣 怎么越吃感觉越来越麻 越来越辣 现在嘴唇有点麻 现在嘴唇有点麻 真的 越吃越麻 总的来说我就是 我觉得 如果住这个附近晚上没地方的话 可以出来逛一下 倒是挺好的 我呢 拍视频主要是想把这个夜市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喜欢空灾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空灾欢迎大家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嗯 还不错 这个卡面筋 还不错 热了 对 谢谢 在 夏天 很高兴 这是 热了